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走马上任后 今天首次出席首相署长阅集会 约300名出席的公务员共同见证 在演讲前 年迈75岁的他下车时 双手披上黑色西装 王者归来的画面震撼全场 魅力依旧势不可挡 安华自嘲 说自己被污蔑成许多国家的间谍 就像007特务一样 解决了很多问题 有人说我是间谍 以色列我无所谓 我得专心工作 其实我是很多国家的间谍 包括印度、以色列、美国 现在还有土耳其 我超越了007特务的很多难题 安华表示 他无意追究过去 但希望公务员自律 希望大家工作自律 如有以往发生的疏忽、舞弊、漏洞等弊端 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对挖掘这些话题不感兴趣 那已经是历史 我知道痛苦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向前看 安华强调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性 称如果公务员制度不与他并肩同行 他就不会成功 对于未通过招标程序的采购和项目 不能再发生 因此 在这个早期阶段 我呼吁并邀请你们公务员站在同一阵线 让我们决心拯救我们的国家 他说 首相和政府一直在改变 但公务员是中流砥柱 始终管理和服务国家 若没有公务员的协助 一位部长不可能达到任何成功 他说 自己过去曾在多个部门担任政府部长 从中他学习到 需要聆听在相关领域有资深经验的官员的意见 然后再给出建议 安华提醒 公共领域各机构领导层必须改变 因为很多时候是领导层的问题而影响国家 我国曾经一度达到辉煌昌盛 但现在走向衰退 这个国家需要改变 我们的国家已经毁坏 无论是在国家的稳定 纪律或经济 还有领袖违法极烂权等课题 这个国家衰退不是因为公务员 例如马航 这家航空服务与管理层都好 损坏的是上面的领导层 导致很多家庭 国家及国家形象都受损 他说 国家需要改变 改变来自领导层 包括公共领域 包括部门及机构的领导层 都必须接受事实 其他不需要再面对公务员的问题 我们必须壮大这一切 千万别让一小撮人 破坏我们公务员的形象和力量 据报道 安华受促加快委任五名重要部门的部长 以解决人民的问题 这五个部门分别是教育部 国防部 财政或经济事务部 国内贸易和消费人事务部 及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消息人士告诉马来西亚前风暴 由于涉及联盟政党的重叠问题 安华对内阁事务的任命 可能会推迟到12月中旬 首相在任命部长和副部长方面 似乎很卡 而且他必须对联合政府的各方公平 消息也宣称 有一些政党正在竞相要获得 副首相和重要部门的部长职 如国防部、内政部和教育部 西盟也有资深领袖认为 官司派不应该受委入阁 此外 也有消息指出 前首相伊斯·麦莎比黎 与前国防部长拿督斯里西山穆丁 或不会受委进入首相 拿督斯里安华的新内阁之中 据今日自由大马报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如果两人能够加入内阁 那将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我相信即使是安华最坚定的支持者 也会对西山穆丁和伊斯 麦莎比里入阁的任命感到困惑 据悉 最初投靠国盟的十名国阵国会议员 是被国阵一名高层领袖骗去支持国盟 所以他们这十名国阵议员仍在考虑范围内 但误导他们的领袖应该被追究 国会上医院主席丹斯里来士雅丁呼吁安华及其领导团队 检讨已故首相敦拉萨制定的行政人员操守准则 以在未来五年提高服务质量 他接受大马前锋报采访时指出 这份指南涵盖了执行国家行政事务的所有程序 在每位首相执政期间都会进行更新 但到了敦马哈迪执政时开始就不再这么做 除了委任勤奋的人为部长 也要检讨这由首相署负责的指南 这是一个神圣指南 但在马哈迪执政后就被遗弃 因此必须重新检讨相关指南 以确认一名部长操守 新内阁上任后 举行的首个会议就是要检讨这指南 让每个部长或副部长熟读这些细节 我们必须从法律角度探讨此事 因很多部长提出不寻常要求时 部门秘书长或总监却不愿意提醒 因此必须制定首相署监督部长机制 我当初担任部长期间 就是被部门的人监督 国阵与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强调 国阵与西盟的战略合作并没有忽视巫统的原则 他在脸书贴文指出 拒绝与公正党、行动党、土团党合作的原则 是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中 而不是在大选之后 阿末扎西重申 国阵与西盟的合作 是基于国家元首的御令 及与西盟组建联合政府 这种政治的延续不会抹杀巫统的身份 巫统的目标保持不变 两者都是马来人和穆斯林 为加强国家繁荣而斗争的工具 不过阿末扎西弹言 这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 极了解当前的变化、动态和包容性 巫统仍然捍卫党的政策 以温和、适度、中庸和进步的态度应对变化 他指出 霹雳州与彭亨州的州务大臣美认 塑造了新的政治格局 并表示 国阵在霹雳与彭亨所建立的合作 反映了多元种族社会的现实 符合我国人口结构的多样性 这是形成战略合作的基础 此类开放性反映了国阵与西盟 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既以政治为中心的中庸与成熟的道路 阿末扎西强调 当前的一切都符合国家元首御令组建的联合政府 团结精神仍是本届政府的主要核心 这一切都符合国家元首带的主要核心 这一切都符合国家元首带的主要核心 这一切都符合国家元首带的主要核心